Python的資料行別 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Python的資料行別 上次我們已經介紹過整數 這次我們來介紹 浮點數的部分 浮點數就是代表有小數的數值 一般我們也稱之為時數 在 浮點數裡面分三種行別 一種是float 另外一種是complex 另外一個是decimal 這三個都可以拿來表示 這個有小數的數 在float的部分它是儲存倍精準 假設有學過 這個java的同學會發現說 在java裡面的float是只有單精準而已 所以它的精準度好像比 這個double要來的低 但是在Python裡面它沒有所謂的double 它就只有浮點數跟decimal 好那在float跟decimal這兩者之間呢 decimal的精確度又更高 又更高 那等一下我們會講一下 decimal怎麼做 好那這個float的部分 它會按照你 城市執行起來的 環境 也就是作業系統 看是哪一個版本 那它的這個 精確度呢會有所不同 所以 當你一直python程式在a電腦跟b電腦 那作業系統版本不一樣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run出來結果會有一些差異 就浮點數的部分來講 好那 complex的 這個部分呢 指的是時速跟虛速的 這個組成啦 那在這邊我們就 比較少用到它 所以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在網路上搜尋一下 那decimal的部分呢 它不是內建的 所以你要引入decimal的這個類別來 支援它 那 在這個部分呢我們就要import 等一下可以看到一個例子 只是把它import進來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它的精確度會比float要來的更精細 更精細 所以呢這個 小數點呢會非常多 小數點後面的位數會比較長一點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的例子 這邊呢我們介紹的是float 那假設呢這個 一開始呢我們用小數去 去減 減完這個total這個變數呢 儲存的就是 浮點數 好那a呢 它是一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呢是 0x 那 在前一個影片裡面我們有介紹過0x開頭代表它是16禁字 好那在 這個16禁字裡面它也可以有小數點 所以 ff.ff 那b呢是15.1c的話是從b過來 那b的 這個點呢 這個據點呢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透過它去呼叫 hex hex是代表轉成16禁字的意思 那很明顯這邊b呢它是一個浮點數因為它有小數 那透過 點hex它可以轉換成 16禁字 然後的 浮點數 16禁字的浮點數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輸出結果 當我把total印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它是小數點很多代表它的這個精確度比較高 他比 這個java裡面的float要 清準度高一點 好那從這個type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total 所呈現的是float total的形別是 浮點數 好然後呢如果說我把 這個a呢印出來看看的話 我把它 轉換成float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試用float這個類別去取用它的這個 fromhex就是從 從哪裏從16禁字把a呢 轉換成浮點數印出來 好轉換成浮點數印出來那你就會發現說 它的值呢變成255.99609375 所以它是從a呢 好這邊 轉換成 浮點數 所以顯示出來就是有小數的這個實禁字的值 OK 那再來呢c的部分是我們15.1對不對 15.1 然後把它印出來就會是15.1 好那c的部分我們剛剛已經講過它是b的hex 所以這個印出來是 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16禁字之後的結果 所以你看到它的結果是 0x1.13 3333p p加3 這個就代表說它已經轉換成什麼 好有看到0x代表是什麼 0x開頭代表它是16禁字的 表示法所以 1 對應到是16禁字裡面的1 那這裡面的1跟3呢也是代表16禁字裡面的值 那最後一個呢我如果說把c呢 一樣套用剛剛第7行的 概念 把它從c呢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float c呢本來是這個16禁字 然後呢我用fromhex的方式把c轉換成float的話 那輸出結果呢就是15.1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我如果把某一個數從時數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這個 16禁字的數值 那一樣的我把這個數從16禁字呢再轉回時數的時候你會發現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方便的工具 可以讓我們去轉換不同禁字之間的敷點數 好那design mode的部分呢 它是比float更精準但是它要import 這邊第1行的部分 它要把引入 標準函視庫 那design mode這個部分 好 那這邊的例子是說我使用3去除 在過去的經驗來講它就是除不進嘛一直除 好所以v1等於使用3去除的 值是多少 所以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第4行把v1印出來的時候是3.33最後是5 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會以為這樣子就好就結束了嗎其實沒有 好為什麼因為 你在看看好我們把v2 透過design mode點design mode這個 函視然後呢把 使用3去除同樣的情況對不對 上面是v1他沒有做其他的動作 那底下這個只是多了design mode 就是加大它的精準 精準度 好那v2印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它是 3.33 48113 很長一串 這個代表什麼他的精準度更高 這是design mode的部分 好那再來我們可以看一下如果說你要用一些比如說 各位在 這個 答題的時候遇到有這個 要求 題目上有要求要算到小數點第2位 然後呢45入 好那這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呢我們 假設要很精準的話我們用importdesign mode 好然後呢如果要用到韓式運算比如說 這個flow flow 跟 celling flow代表什麼無條件捨去 那celling呢是代表無條件進位 無條件進位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design mode的這個範例 那在這個範例裡面好我們 import兩個套件 一個叫做 design mode 一個叫mathmath 好那假設呢有個變數v1呢他的指 好是使用上去除 那 就各位的理解應該就是 333一直 好 除不進 好那v2的部分呢是design mode design mode 這個就是說 我們去用design mode的套件 然後用3去除 之後的結果呢 好你會發現他的這個 小數點後面的指非常的多 v1 v2印出來的結果在這裡 那接下來介紹的是一些韓式 那像run的他是標準的韓式庫端是不需要 引入套件的 好所以如果說 好在各位遇到的某一些題目裡面 好他有遇到就是說要求你 這個取到小數點後面第3位是手錄的話 四蛇錄的 韓式呢就叫run run 那因為是小數點後面第3位所以是v2 然後都後面加3 所以後面這個3呢指的就是小數點後面你要留幾位 然後做四蛇錄 那如果說你只有run的括號v2 後面什麼都沒有 那他就取整數 的四蛇錄 OK 好所以這個是run的使用 那如果說你要用到flow flow就是無條件捨去 那你就用 Mathematic這個套件 Mathematic.flow 然後針對某一個數做什麼 取這個無條件捨去 無條件捨去所以就會得到 比如說3.333對你無條件捨去之後的結果就變成是3 好那系列呢就代表天花板天花板的意思就是無條件敬略法 好所以 如果說你的v2是3.33333 那因為是無條件靜略 只要小數點後面有值他就會靜略所以就會變成是4 所以他輸出結果是4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無條件靜略跟無條件捨去 在使用的時候你必須要import Mathematic 以上呢是這個浮點數的這個介紹 提供給各位參考 Mathematic